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孙玉玲 以上数据显示 截至2024年第二季度 美国人总共欠债超过17兆美元 因此了解债务负担有多大 欠下不同债权人的资金种类 对您的个人或家庭在经济上的规划十分有帮助 当您欠很多钱时这可能是一个大问题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一些债务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您可能需要或想要抵押贷款或切车贷款 据Multi for Ascent的研究 截至2024年第二季度 美国人总共欠债17.796兆美元 2023年平均家庭债务为104215美元 平均信用卡债务为6501美元 平均抵押贷款债务为244498美元 平均汽车贷款债务为24035美元 平均个人贷款债务为11829美元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承担所有这些不同类型的债务 正如许多美国人所没有的那样 您可能还没有房屋 或者您可能还没有个人贷款 虽然将您的债务与其他人的债务进行 比较可以帮助你了解自己是否过度接贷 但最重要的是了解您自己的债务会如何影响到生活 您可能比其他人有更多的债务 但如果您的收入比大多数人高 而您的债务是所谓的好债务 例如可以帮助您增加财富的抵押贷款或商业贷款 那么这并不是坏事 又或者您的债务可能会低于平均水平 但如果您的收入也远低于大多数人 并且您的大部分债务是信用卡或发信日贷款 那么您可能就会遇到麻烦 因此不要只专注于余额 而是要考虑您的债务是否会对您的财务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中天中望 顺利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